5号台股呈现U型曲线 因为指数高低点震荡387点 幸好下半场靠着台积电回神 航运股拉尾盘 大盘中场上涨132点 收在14349点 融资也大减 股价也跌得够深 基本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反弹的行情 台积电的整个的明年 也许产的利用率或者营收 都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加上美股下跌外资大卖 所以造成股价从680一路回到440 真的久违了绿地上开满红花 护国深山台积电小涨1.36% 收在446元 前一天贴席的鸿海涨2.5% 收在102.5元 另外传产股供17党股票出席 如红开盘填席成功 但台座却是贴席 中场跌5.34% 景气的衰退的余力增加 对于终端的一个消费跟需求 有减弱的一个可能性发生 在旺季的效应上面 会有一个减损的可能 股价上面也剧烈的一个反应 全球景气陷入停止隐忧 股市低迷 外资也不赏脸 大砍高价股的目标价 联发科从840元降为650元 联勇则被大磨降为262元 看来台股想扬眉土刺 得先看美股何时 止跌回稳 环宇新闻将会成真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感谢观看